本周天象塑形,本月的主角是天蝎,冥王星和金星,我们逃不掉体位爱情的复杂魅力。 月初,日冥四分相,金海三分相,金火四分相,水天对分相,十月一日冥王星在摩羯做顺行,十月六日,金星在天蝎做逆行,十月九日天称做星月,冥王星旷打不羁,不畏战斗又本土归正的戏剧性张力。 金海金火对爱的渴望,加上水天香让我们更诚实的面对着我,在这个假期,我们将执迷于自我,更执迷于爱情。 相信你们在九月末的上周,已经感受到了这股引力,它其实并不是太友好,常让人失去耐心,并带来了犹犹豫。 金火的竞争性遇到日明印象的暴力和强迫性,有些人心底纠结已久对某人的感情,在这个时候会不管不顾地表露出来,或者彻底将其抛弃。 爱是属于我的自由,金星逆行,金星负面的能量增强,容易对自己的外貌固分完美主义,容易对情负燃,恋爱的人们容易敏感和强求。 单身的人容易自欺,容易对他人过分挑剔,和金星有关的爱,美,关系等都会被放大。 你做好开放自我的准备了吗?等到天成心月时,你会有答案,关于你最想要结盟的人,和你准备放弃谁。 然而在金星逆行时所坚定的放弃,有可能之后会反悔,名望顺行,有些悬而被决的人生方向,的改变终于到来,回想一下年初时你的决定,现在是积极入室,愁愁满志的时候了。 中旬,金水和象,金土六分象,水星和火海明成象,玉天对分象,当年行中的,骚动着的金星遇到离星的水土。 当水星遇到破坏力强劲的火天海,再加上玉天的任性天才家伙,这使我们对爱的想法有些悲观,一时的倾向。 当对方与我们的意见不合时,我们往往一夜账目,不允许任何质疑和反对,这段时间我们是叛逆的,反权威的,我们需要很多的空间和自由,不论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中。 不被接纳虽然我们有些不适,却无法令我们妥协,大不了就做一个局外人好了,部分人可能和父亲的关系变差,特别是那些一贯喜欢操控和支持孩子的父亲们。 日天对分,我们更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,任何人做出了忠于自我的决定都会受到支持,因为我们自己可能在坚守原地和改变之间持出不前。 我们有想要推翻现状的强烈欲望,同时伴随着改变的恐惧,有可能会通过外界突发的事件,迫使自己变革。 留意在十月中旬发生在你身上的事给你带来的启示。 十月二十四日,太阳进入天蝎座,日经合相,今天对分相,日途六分相,十月二十五日金牛座满月,太阳进入天蝎,日经合相在天蝎,我们更加渴望爱与被爱,我们将好尽一切关系,友情,爱情,亲情和事业合作伙伴,我们对他者的接纳加强了,愿意牺牲一切来取悦别人,金星依然在面行。 同时在入线的天蝎,我们长迫性的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被喜爱,怀疑的小雷达随时随地,暂时别和确认对方约新。 从对他人的检测中,我们应该把关到自己,我们对自己太过挑剔,我们最需要达成的,其实是自爱。 这段时间也适合享受艺术、美食、音乐、公益。 接下来的今天对分给很多人带来危机,刚进入了一段关系,就面临分离的挑战。 恋爱中的情侣要暗示自己给对方多一些信任。 幻得幻失的心态很容易导致冷战甚至分手,度过了这个危机。 你们会对对方多一份责任感,不管怎么样,这个十月你们和各式的爱人之间的互动都会增多。 特别是天蝎、白羊、金牛、狮子和水瓶,注定是一个直短情长的秋季。 希望在金牛座满月,你们生活爱的正能量。 这个月如果有新的恋爱关系确定的你们,都将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的挑战,风雨和有可能都会发生巨变。 请把时间拉长,日久见人心,月末的几天,水墨可像在天蝎座,月末,你们仿佛半观半影,逍遥自在,对自己命之自信,盲目乐观,眼光很长远,眼前所事也不会过于计较,因为你们的心思并不在眼前。 这段时间,新闻、教育、学术、文娱、科研邻居将百花齐放,我们尊重多元化的价值观,新的观念将被接纳、跨界整合。 在这个领域的传播者们,可以多发声,接下来水星进入射手,你们的声音还将具备不短时间的影响力。 个人领域,你们可以多花时间思考一年的规划,也可以计划年底的长途旅行,和你们认为重要的人一起,交换观点,留下思想碰撞产生的启发和乐趣。 这份共创将成为你们之间的永恒。 庆参照上升和太阳星座、白羊座、事业,随着冥亡的顺形,你们终于发现了事业上死心,背后的潜藏,的其实是野心。 创业的白羊们,10月9日是开启一段新的合作关系的好时机。 中旬,你在工作中的投入会加大,不计回报,十分有紧迫感。 这段时间,会有事业上的贵人出现帮助你,请留意身边帮你的人,他们很可能对你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改变。 月底,你将更重视人脉,你也有可能投机或投资,开始蒙上律财意识,购买商业保险,指定家庭律财计划,为更强远的人生做规划。 爱情,十一假期里,有伴的白羊和另一半,的关系会有一些压力。 另一半对你诸多挑剔和事业上的高期待,让你感到有些自信心受挫。 这导致你们无心陪对方出去玩耍,更乐意一个人安静的待在家里休息。 金星滅行的到来,让爱美的白羊们在爱情关系里患得患失。 之前和对方发生的误会,在月初还将被搁置不能解决。 虽然你们在心里已经暗自原谅,表面上你们还会将是一段时间。 十月九日发生才天成的心愿,又祝你们之间的云开雾散,重新开始。 中旬,你们很渴望独暑,爱情的温度会降下来,想法会比较悲观和现实。 直到月底,你们开始想要沾人了。 单身暧昧的白羊可能急于开始一段新的关系。 有伴的白羊可能面临感情里第三者的危机,也可能因为现实的压力想要结束关系。 十月二十五日金牛座满月前后会有一次小爆发。 财月,本月,白羊们的偏财月将越来越旺,你们也越来越重视生命里那些无形的价值。 你们在本月懂得付出,有机会遇到给你财物上带来巨大转变的贵人。 请留意本月在你生命里心结力的关系,它可能对你来说是价值不菲,看起来你兴奋又伴随不相信。 聪明的白羊们,本月你们可能还不能马上看到实际利益,请多一点耐心。 到了年底,包藏就将浮出水面。 十月二十五日金牛座满月前后,你对自己的财务状况将更有紧迫感。 金牛座,事业,月初,金牛们一方面想要逃避生活的压力,乘着假期,想把自己藏起来。 另一方面,对未来充满了野心,事业新爆棚,有可能在假期里,还很拼得加班工作。 随着冥王的顺行,你将拥有全新的信仰体系,你可以依靠的,推动生命过程的精神力量。 我知道在今年你们很愁闷,不知道远方在等待你们的是什么,相信我,这个月就会逐渐清晰起来。 月中,你在工作中的创新能力凸显,你将自信地提出你的想法,你将获得支持。 但是,虽然这个想法的确有些不切实际,随着月末的到来,更多人会站在你这边,爱情,月初,可能通过一些秘密的约会,来放松自己的压力。 有半个金牛,来自你事业上的压力,会带给双方一些框少,你目前十分重视事业,你不希望伴侣关系耗费你太多精力。 或者相反的,你会更依赖伴侣对你的知识和肯定,你的内心其实并不十分舒适,精心灭行在你命宫的对面。 你很容易燃起旧情,同时对目前的另一半挑剔,你想用新的关系来获取新的活力,相信你们在上个月已经发现自己,有不错的桃花运,十月九日的心愿,可能让你确定一种新的生活模式的开启。 中旬,你的言语,行为对他人充满了吸引力,有了更多亦乱情迷的想法,来自事业和前途命运的考虑能让你收敛。 看月底的走势,你对感情的掌控欲变强,但是有更开放的态度。 你可能恋上你无法拥有的人,也有可能对方离你而去。 注意24、15日这几天,今天的互动将持续到年末。 这段时间里,你有可能借由一段关系来彻底改变自己,也有可能你会切断某些关系。 还有的金牛将经历不同寻常的恋情。 准备结婚的金牛们,要注意天象的影响,你们可能会感到短暂的迟疑。 财运,本月越融合越末。 金牛们会想花钱打扮自己,会有一笔不小的开销,特别是在24日左右。 与他人合作创业的金牛,目前的合作伙伴很给力,将给你带来正财运的上升。 但愿下旬,你会知道这个贵人是谁。 本月末的几天,会思考赚钱的是,亲爱的金牛们,你们的财运回报马上就要来了。 就在年底,双子做,事业,双子们在10月会感到有些劳累,甚至是焦虑的状态。 工作中需要特别注意劳逸结合。 这个月需要把身体放在第一位,学会偷一点懒,不要试试千利轻微。 这个月还可以多安排健身活动。 很多双子在这个月会办健身卡,检查身体。 上半月你们更多的沉溺在小情小爱里,还会比较懒散和情绪化。 迷茫的顺行为,你们减轻了许多的悲观情绪。 你们可能酝酿了一年想要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可能是某种生活方式的改变,也可能是人际关系。 现在你们终于不再那么恐惧,似乎可以去做了。 上半月你们还比较有压力,到了下半月,你们就开始事物繁忙,行动未如了。 我觉得你们工作方面变动的可能性很大。 一个人如果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,就会被命运掌控。 25日前后,你们会对今年做一个小节。 月底,你们会思考今年遇到的一些工作机会, 或是和某个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人进行一次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交流。 对你来说获益匪浅,爱情,月出假期礼,和另一半的相处似乎不太愉快。 你很想改变你们的相处模式。 你对你们的关系能否走下去是怀疑的态度。 你对对方也有些不信任,这段时间你可能会对他很冷漠。 9日前后,你会有一个决定,重新开始或者当断则断。 中旬,你们很可能有办公室恋情。 这段感情可能是之前就有的,也可能是先发生的,因为你们在工作中和他人的互动会更多。 这份感觉不会持续太长时间,很快你们就会表现出处理的态度。 有可能现实中你们很难在一起。 25日前后,你们感到自己似乎是完全放下了,爱情就像是一份来得快去的一块地感觉。 真正从认知上肯定的情感,需要太多的志同道合来支撑。 财运,双子们今年的财运都需要靠自己辛勤的工作来获得。 没有太多偏财运事,但愿,你会更在意自己的付出与回报的平衡。 可能会和上级提出加薪的要求,你的愿望基本上能够实现。 只是需要在等一两个月,名望顺行之后,双子们更能看清自己身边的贵人。 功力心也变强,得失心很重,需要平衡自己的心态。 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私利并不是幸福的源泉。 以此间的分享才是,本月投机投资有风险。 请谨慎,特别是在上半月,巨蟹座,事业,巨蟹宝伴们今年在与人交往方面遇到了不少的麻烦。 和伴侣,同事,合作伙伴之间的,本月初,上个月的阴影仿佛还没有吞去。 心里很排斥的人但同时又很渴望改善关系,名望的顺行,带来了人脉关系的改变。 一个冥王特决很强的人和你发生了紧密联系,你暂时还不能接纳他,但是很快就可以了。 九日的新月,这个人有可能走到你的心里,你们最近可能感到工作很不顺利。 这个月月末开始,就要转运了,这是你们期待了一整年的事,吐您在你们的人际关系宫内顺行,经历了阻碍重重,终于有了一种不理经营的feel。 25日前后,你们将有一种重新回到人群中的感觉,更能看清朋友间的关系,但是要注意,但愿你对合作伙伴的信任度很低,容易太敏感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很容易带来对方对你们的戒备。 建议把注意力集中在事情本身,会让你的心灵如是重负。 爱情,从九月开始,你们身边不缺乏桃花,但总是有点不太给力,你对对方的要求很高,可能因为你寄予厚望。 本月初时,你们之间产生了一些芥蒂,似乎是因为某件有关利益的事件,最终你们会分离,随着金星也行的到来,你更肯定自己的决定。 月中之月末,一段新的关系会到来,有可能是之前还在犹豫的感情,因为你们加深了交流与信蜡感,也有可能是新的桃花,似乎有一些现实的阻力,但带给你强烈的感觉,让你无法抗拒。 我猜你应该会和对方有进一步的进展,只是你还是会以被动的姿态试探,隐藏自己,你们总是用这样小心翼翼的方式。 25日前后,很容易让你的感情失去信心,建议你在官网几个月看看。 财源,本月有一些投机的运势,购买彩票或者刮刮卡之类的,可能有不错的运气。 但不可加大筹码,因为看起来容易不稳定,你们目前赚钱的欲望很强,但生活中让人烦恼的琐事太多,你们忙于应付。 但是财运平平,工作稳定的巨线,能够稳扎稳赔获得正财。 接近月末,日常工作中会有贵人相助,可能会获得加薪奖利哦。 狮子座,事业,月初的几天,你还在为工作中的琐事烦恼。 重压下的你心态有些失衡,坐进假期里,暂时用逃避不解决的态度来面对,你忙顺行。 你的工作和生活方式,将发生一些转变,不管怎么病情,更加看重你的身体健康。 同时今年你一直很练家,以及房产方面的投资。 这个月,事业的挑战来自自我、家庭、伴侣关系,会多次的让你想要改变事业现状。 一方面这折射出你渴望的事业突破,一方面你确实在这个月只想把自己藏在家里,或与时隔绝的生活。 这个突破终将到来。 亲爱的狮子们,你们是要站在聚光灯下的人,天王刚进入你们的事业宫。 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,你们是要变得更有价值。 但愿,一段新的关系,将有助于你思考这个问题。 钟下神你将有比较强烈的换工作或者休假的想法,可暂时做调整。 爱情,月初,单身的狮子,一段恋爱关系会让你十分纠结。 你没有信心走下去,但心里的感觉又十分强烈。 你们可能会选择暂时搁置,有伴的狮子驾机里,很容易和另一半争吵。 金星逆行,你们的关系将迎来挑战。 钟下神,月初搁置的关系会在心里加深,但很快你们的注意力也被迫转移的工作中。 特别是25日蓝月前后,你们之间可能突然就远离了,一直要持续到年底。 半月的恋爱关系,似乎都是充满了纠结。 不用着急,你们的桃花月,在下个月马上就要来了。 财月,你们在本月有购置房产的运势,想要搬家的狮子。 但愿也有利于物色到不错的房子,你们的花销都用在家居部之上。 月底你们可能会有破财运,原因有可能是,你们正在计划一场长途旅行。 提前预制了旅程的费用,月底,你会更多的思考房产买卖相关的事宜。 下个月可能考虑的就少了。 处女座,事业,在十一场价里,处女们很适合安排一个短途旅行,享受身边触手刻机的美好。 整个十月份,你们疲于解决和应付周遭发生那一切,月初名忙顺行。 你们对金钱的掌控欲变强,这会让你们更加受困于所适中。 你们太希望对别人有价值,只有这样你们才觉得在经济上有了保障。 这使得你们无法跳脱出工作圈,看得更长远,以及看到其他的可能性。 还有一部分处女们乐中于,把兴趣爱好发展成为技能。 十月,可以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精力精进。 九日的心愿加速了你的紧迫感,是压力更是动力。 月中,你和同事们的沟通欲会增强。 即便有些害羞的处女们,这时都很渴望和同伴交换想法。 很适合展现你们的逻辑思维能力,让别人更加卸赖你们。 同时也会让你们知道沟通中存在的问题。 处女宝宝们有时候说话会有些耿直。 太关注对方对自己的回馈,缺失的换类思考,容易和别人僵持。 这个月有利于你们发现自我,变得更好。 月底,你们能放松一点太过紧绷的神经,更豁达和包容。 当你们能看到更多面向的时候,你们会有更聪明的应对问题的方式。 爱情,月初,你们在释放前一阵工作中的负能量。 补爵,肥宅,买买买,对感情的投入不多。 如果有另一半的处女,对方能够陪伴自己借家,那你们也很乐意在一起。 如果还需要你们去照顾的她,可能会被你们置之不理。 冥王的顺情为,有些僵持不下的伴侣关系找到了出口。 可能关系款和打开心的局面,也可能想通了就此放手。 月中,对感情的关注会增加,你会考虑一段关系,进入长期发展的可能性。 有些处女宝宝们可能会考虑结婚或接受求婚,但目前还是存在一些变数的可能,建议再缓到下个月再做最后的决定。 单身的处女有可能遇到靠谱的桃花运,留意二十五日前后几天,财运,上半月,处女们的财务压力似乎很大,出去也玩受足,你们会觉得太浪费钱。 所以你们从月初开始,心思就在努力赚钱上而不是花钱,这个月你们可以多考虑通过副业的财的方式。 你们这个月拥有这样的机会和好运气,将兴趣转化为技能,从事新闻传播、写作、咨询类行业的处女们算是越会有不错的正裁运或贵人运,越比你可能会认识一个今后对你有很大影响的人。 在离你不远的地方,TA将助力你撤离明年的目标方向。 天成做、事业,祝天成宝宝们生日快乐,本月是天成宝宝们为我独自的一个月。 月初,天成们会有一些来自家庭的压力,有可能是长辈对自己的要求,有可能是原生家庭的一些事件。 这个事件在上半年持续了很长时间,并没有完全完结,还有可能是房产方面相关的事情。 这些问题会想让你把自己封闭起来,不想过多的与外界接触,事业上也会反射出一些不在状态的表现。 九日之后,情况会有所好转,还好月初都在假期里,可以好好休息和处理家务事。 月中开始,你可能有一些投资的想法,其实今年你一直都在争择这件事。 这个月为你带来了一些机会,但这个机会还需要观望一到两个月左右。 下半月,你在工作中有优异的表现,领导能逐步看到你的价值,考虑给你加薪升职。 职场上的天称,可能会更在意自己的衣着品位,但愿会购置一些得体,昂贵的装备包装自己。 爱情,本月,天称,门对爱情的功利心很重,会从对方对自己是否有用来判断爱情。 月初,你们更倾向一个人,隐藏自己,远距离恋爱的天称会更放松地与对方沟通,近距离的天称情侣则会疏怨对方。 月中,如果你正在恋爱的对象对你来说很有价值,你会更珍惜对方,也会想对对方付出金钱,或者长期承诺。 月末,你们会更多地关注自我,单身的金牛有可能有突发的恋爱机会,但不一定是十分靠谱的关系,可能很快就会分开。 你们近来对自己的要求很高,累积了一些心结,月底25日左右,需要排毒释放,生命的规律则是我们不断地去寻找到平衡。 财运,这个月你们的财运来了,你将肯定自我价值,并且紧接地传递给他人。 从而你在群体中的价值感提升,很多天称将获得丰富的资源,包括人脉、合作机会、产业院上的供应商等。 还有一部分天窗获得了掌心,或是更换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。 月初的教期里,你们会觉得自己变得富有了或者说是自信拥有赚钱的牵制,所以你们自动消费升级,觉得自己需要更有品质的生活。 中旬部分天窗有一些进账,你也更勤于思考赚钱的途径。 这段时间你的价值观可能会发生一些震荡,天财投机需要谨慎保守一些。 月底,你依然很膨胀,觉得自己很富足,但天窗们会两极分化。 可能冲动消费意或者是一毛不拔,天蝎座、事业、月初,你们周围的朋友,几乎已经找不到你们了,还好是在假期里,否则的话你们很有可能突然人间蒸发。 你们目前是真的很懒,洗礼虽然是有点慌大,但依然没什么行动力。 你知自信,随着冥王的顺行,你们的生活环境终于要彻底变革了,你们不再被动,开始主宰自己的环境。 上半年你们考虑了太多次这件事,10月9日的天称新月,你们将开启一段修行的日子,中旬左右,你们想要结束一段合作关系。 在下旬,来到你们的月份,你们将充满自信和正能量,你们更加自我了,只按自己的义卷行事。 这段日子以来,你们不想配合任何人,工作上只想根据自己的形式作风处事,月末几天,你们会更长远地,思考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。 有创业月,爱情,月初,一对你们在之前,就知道的不克服的关系,你们依然选择继续成立,但过不了几天你们,就会开始思考分开这件事了。 金星逆行,你们经常想起旧人旧事,不免有些伤感。 亲爱的蝎子,你会拥有更好的,中旬,恋爱中的蝎子想要对另一半更加负责。 在小事上为他考虑周全,爱是最重要的小事。 下旬,天蝎们迎来一段新的关系,一段不寻常的关系,不容易被世俗所接受,你们感到了些许的压力,到很快你们的思维就开阔了,你们更关注这段关系中灵性的成长。 反途归真的天蝎们,我知道你们在意的从来不是事情表面的意义,有一部分天蝎将面临和伴侣的分手,这应该不是一场真的分手。 还有复合的可能,特别注意25日金牛满月前后,容易爆发小情绪。 单身的蝎子,又烂逃花运。 财运,精心逆行。 你们的外表固分苛求,花了很多钱在打吧这件事上,逆行期间更需要注意动手。 但愿,天蝎没有贵人蝎,你的人脉关系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变化,财运也会随着人脉关系的不稳定性而变得不稳定。 但接下来,你们的正财运就要来了,想要换工作的天蝎,年底会有收入更可观的工作机会,工作稳定的天蝎。 年底,有加薪的运势,射手作,事业,从上隔月开始,你们似乎在一个休息的阶段里,即使是上班的射手们,也有必失的心境,生人物尽,书甲结束后,你们会迎来一个新的开始,重新回到人群中,接触新的全层,月中开始你们会认识一些新的伙伴。 一扫前段时间的阴霾,月中,你们在工作中很容易得罪人,原因是你们心里有些不安,对他人的防备心很重,因为自卑而调起和对方的战争,睡眠可能因此也有一些影响。 这个时候更是要规律的生活来安抚不安的情绪,情绪亦敏感,计量少,与他人接触,自己独处更好。 月底,在大型机构工作的射手们,可能会受制于人,不管没关系,在既定的规则里,按步就搬就好。 还不是突破的时候,工作中需要注意犯迷糊的状态,很容易轻信别人的话,商业合作避免签署重要的合同。 这时候很容易被人影响缺乏理性的自我判断和自我意识,有些射手如果觉得工作太劳累,可以在这个月申请假期,有利于你们调整自己。 爱情,这个月你们不太容易被人注意到,如果有恋情发生,都是地下的居多。 单身的射手们,心里又暗恋的人,月初的对方在心里会不断泪化,但又碍于现实的阻力。 没办法在一起,你们也缺乏动力和信心,九日以后,你们会稍微示篮一些,有伴的射手和对方有距离感,想要更多的独处时间。 中旬,你们对感情的欲求就带了很多,主要精力都放在工作上,以及处理一些稍微有些麻烦的人际关系。 是什么,要知道隐心换心的道理,打开心肥去信任何理解,可能就有意想不到的转折。 换位思考是多么的重要,月底,你们可能会和爱内对象进一步接触,但很快就会遇到一点小小的打击。 建议还是不要操之过激比较好,目前还是建议专注在自我价值的提升,让自己的生活更安稳。 月底,你会有更深的感悟,有关于你想要的生活、爱情,和你能给别人带来什么价值。 最终,你会将那份依赖感做断水梨,专注在自己能给予什么而不是所取上。 财月,这几个月,一直觉得经济上很拮据,不论你的存款有多少,还是有一种缺失感。 月初,一些兽手有了一份新的工作,新的稳定的收入,你们还是有些不安,不知道能否把握住。 你们在这个月的财月虽然不是直接的表现在数字上,但你们不乏一些小运气,你们会发现好像总有人带困难事给你们帮助,给你们新的机会。 请继续保持你们的乐观,这是你们最好的,无形的价值。 他人将会因此回馈你们,你们蓄势呆发,相信你们已经隐约有了这样的感觉。 财月上的提升将会马上到来,本月先享受你们的小确幸。 想要投机的兽手们不是很建议,想要换工作谋取更好收入的兽手们,本月可以做尝试。 升职加勤也不是最好的时期,继续观望下个月,摩羯座,事业,月初,摩羯宝宝们是要多注意身体方面。 做事不可太极切,是要专心,少与别人发生冲突。 下期里的几天,你们可能因为前段时间的工作,而感到劳累,想一个人静静,九日后的心愿,从你们的事业公开起。 恢复工作后你们也随着恢复了精力,你们的人缘确实很不错,但愿将为你们更有力的打下群众基础。 你们会得到更多的朋友的相助,事业上的伙伴子力挺,留意十月份出现在你身边的人,他们有的会成为你的formate月中,你们依然十分关注人脉,你们想建立起自己的一个团队,并且为这个群圈里的大家谋求福利。 愁愁满志,众志诚诚,你正在集结你认为可靠的人,注意这个社群里不应该掺杂爱情关系进来,这将使你变得混乱,无法客观,悦莫,你将得到所在团体的认可。 这时候,如果提出明年的升职加薪要求会是个不错的时机,同时月底你会考虑进修,深造,为在职场中的晋升打下基础。 之前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对你的事业带来一定影响。 这个月末会出现类似的状况,可以有所准备,爱情,单身的摩羯,还是持续着友情以上令人未满的状态。 这个月爱卖期的摩羯继续保持勾搭的关系,难有进展,你们可能会有很多潜力男女朋友,享受着和每个人在不同兴趣上头和的快乐,有伴的摩羯,更多的时间花在社交上, 对另一半比较忽视,容易引起对方不满,到了月底你们可能迎来冷战。 注意,25日前后的几天爆发期,单身的摩羯月中,开始容易遇到工作种的烂桃花。 这个月你更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,你享受和朋友们一起参加艺术活动,看展,看剧,音乐会等等,都是不错的选择。 同时,你能结交到一些艺术家类的朋友,你会越来越热爱艺术方面的体验。 财运,本月有积极赚钱的动力,月初的时候,某个人的关系会为你带来财运。 本月开始,摩羯们的工资收入会增加,你的老板在计划着为你提心,这是你们一整年心情付出的成果。 换新工作的摩羯可以获得比行业平均工资水平更高的收入,你的新老板会十分看重和喜欢你。 自主创业的摩羯,本月很多资源会突然出现在你们周围,不要错过哦。 同时在靠近月末,你会建立一段重要的人脉关系,水平做,事业,今年你们容易犯小人。 这个月开始,你们总算看清楚了一些人。 月初,你们会经历思想上的悲观情绪,想把自己囚禁起来。 愿情的水平可能经历一些和社会风气,有关的不太愉快的事件。 你们能够和敏感地捕捉到周围,发生的一切的黑暗面,这是你们在今年的能力。 相信我,这些所有的不好,都不是你们的错。 这是时代的大背景,我们作为红体必须与之融合,和它共同进退。 接纳存在的一切将让自己不会感到那么被动。 我知道你们今年也经历了与死亡有关的突发事件,带给你们心灵上的深刻转变。 这个月的冥王顺行,能让你们放下一些心结。 十月,你们的事业均走高,全心聚集在你们的事业宫。 收缴之后,新月开启你们事业的一些旅程。 你们将在本月具备外交能力,你们对于事业上的权威和能力更加看重。 就是说你们在这个月会争强好胜。 统领当然,相信我你们这个月具备这样的魅力和魄力。 你不会太强势来达到这个目的,你会懂得用更和谐的方式。 月中之后,你们是更加耀眼的,但是要注意家庭事务对事业的影响。 有些水平正经历着居住环境的大变动。 搬家,更换居住的城市。 月底,你将结识一个未来对你事业有很大帮助的人。 他对你的恩买关系网的注意很大。 爱情,目前你们有更大的野心。 小情小爱不是很重视。 事业上的备受瞩目,会为你们带来一些桃花运。 但诞生的水平在本月对桃花的要求很高。 很看重对方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。 同时能够跟上自己成长的步伐。 所以本月你不会轻易地开展一段恋爱。 除非这段关系是对你有所帮助的。 本月如果有恋情很可能是团队中长官级别的。 你们将乐意认识更多的朋友。 这是水平们的主题。 你们关注群体大过关注个体。 皆是不同背景的朋友。 让你们感到一种完整性。 临近月末,你们多了很多这样泛泛之交的机会。 将认识更多有趣的人。 关系中的不和谐氛围将也在月末出现。 与社会的互动越多越容易有复杂的情绪牵扯。 各时的平衡相信聪明的水平宝宝们都懂得。 财运,从事艺术相关工作,比如戏剧、设计、舞蹈、音乐、绘画等领域的水平,将有很好的正财运。 你的收入在这个月会有所提升。 同时你的社会地位、社会关注度也将在这个月感到有所提升。 会让你很有存在感和成就感,因此你们更加卑贤敏的人。 你们常常愿意跳出小我的世界看到更大的面向。 有实力的水平在今年会关注更多慈善、公益方面的事物。 我支持你们去做这样的事。 你们天生带着这样的使命。 普通职场水平。 本月的事业运,将为未来的财运做铺垫。 你们暂时不太关注金钱上的所得,甚至理财方面比较混乱。 认为金钱只是工具,只要足够使用就好。 建议在本月多关注事业带给你的资源。 我们应该学会看见无形的价值。 双鱼座、事业,你们最近都很喜欢折腾。 从九月末开始,十月初你们会发现依然是这个状态。 渴望对生命充满掌控力的欲望太强烈。 以未来转机其实是你们内心的诉求。 月初,你们敏感于不被人赏识。 这带给你们一些和别人相处的压力,容易对人又疑心。 但接下来你们就会发现谁是对你们来说重要的人。 月初的出行计划有可能计划不如变化化。 但如果诚心是要多注意交通方面的安全。 九日前后,你们对自己的要求将又上一个台阶。 你们的价值观会发生一些微尿的变化,可以流进月中的时候。 这个时候你们的金钱将与以往不同,更标新利益。 同时你们可能接触更多海外事物,打开事业的机会,可以好好把握。 中旬是要注意沟通方式,严多必失,月末。 身边的环境有一些动荡的可能性,有些爽鱼可能会更换家居环境,有心的邻居,或者平凡的走动,短途旅行等等。 这是因为你想要平衡理想和现实的差距。 注意25日前后的变动,那是你接下来一个月时间,都会关注的重心。 同时,你在月末会更多的考虑和计划,有关未来的事业发展。 是一个思路清晰的很好的规划期,爱情,月初,你们对自己密之则裂。 其实一整个月,你们的心气都是很高的,暧昧中的双鱼,容易对对方有一点火气。 特别是远距离的沟通,容易产生矛盾,随着进行分逆行。 关系的推动还将需要一段时间,本月还是以交流谋河为主。 9日之后,你的重心更偏重在学习上,恋爱关系如果想要有突破,则只会出现在你们一起去长途旅行,或是你们感到能够促称对方的成长。 虽然没有太多的迷情,但会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。 你们将对彼此更了解,友谊更巩固,怨莫,有伴的双鱼。 转情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,这种不稳定主要是因为你们自身生活的不稳定带来的。 单身的双鱼有可能遇见让自己怦然心动,又无法得到的对象。 到了月底你们的心里事业为重,转情如同向日的雷震雨。 或是何时汹涌而来,忽而又消失不见。 双鱼们,你们的心足足在远方,这个远,就让你们得先留在那个地方。 财月,本月双鱼们拥有精神上的巨大财富,你们将会获得很多心智及见识。 这是你们经济的地基工程,本月的正财月基本上不入正轨。 你们能比之前感到更安心,月中以后,开销可能增加。 月初还是要撑点钱,花钱的方面主要是在求学领域。 此刻你们金钱不太值得,更渴望获得事业上的机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